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怎么样在沟通当中 其实随时说造就人的话 然后叫听者可以得到益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们的焦点可能会在于说 我要怎么说造就人的话 但是我觉得关键可能是 你要先去理解听者是谁 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听的人不一样 那造就每一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是很看重这件事情的 就是说我觉得对你有造就的事情 不见得对你的父母亲 或是对你的妻子 或对你的孩子来说是造就的 对你有造就的事情 不见得对我来说是有造就的 所以怎么样子去看见 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需要 然后能够照着他的需要来分量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 所以其实哥罗西书里面这样讲 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那你知道我们的孩子 对我的大女儿跟对我的小女儿 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我小女儿前置就开始这样讲 她就说魔镜啊魔镜 谁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 然后她就一直说 我是这个家最漂亮的人 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很漂亮 就说妈妈也漂亮 姐姐也漂亮 你也漂亮 她说没有我是最漂亮的人 我说那这样 妈妈是美丽 姐姐是漂亮 你是可爱 她说不是 我是美丽 我就是美丽 妈妈是可爱 她叫料美丽 她就说 那你知道当你跟她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有她的需要 可是你知道说真的 我的大女儿就不会去争这个东西 她就说好幼稚 她就不会想去争什么 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 然后她就说 我是这个家最美丽的 我是这个家最可爱的 我是爸爸妈妈你们最爱我了 你知道对我的大女儿 她现在所需要的 跟我的小女儿所需要的 其实是完完全圈 不同的 你知道当我那天还在跟她讲说 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规划 去迪士尼乐园 然后我的女儿突然间讲出一句 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 我女儿就说 爸爸 我好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去罗浮宫 然后你知道 哪一个女儿 大女儿 我的大女儿 对可是 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就会想 她喜欢艺术的东西 她想去看那些艺术的东西 但我还在跟她讲迪士尼乐园的时候 她说爸爸 有一天我好像去罗浮宫 她说我人生中有个梦想 但是我要到罗浮宫去看里面的展览 然后 我还特别托我一个朋友 就说你到法国的时候 可不可以买一个罗浮宫的明信片 就让我可以放在我女儿的桌上 就说你有一天你人生有个梦想 你自己可能存到的钱 你可以去罗浮宫 那其实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神在说 你可以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的来回答个人 对这个人来说 迪士尼是他的渴望 对他来说 罗浮宫是他的渴望 对他来说 成为家里面最漂亮的人是他的渴望 对他来说 成为有智慧的人是他的渴望 其实每一个人的需要不同 你怎么样能够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 来把这个粮食来供应给他 而不是给一个 好像每一个人我试着 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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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能够觉得说 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造就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 所以一句话说的合一 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 那我们都常常讲一讲 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 是很漂亮的画面 但我总感觉到 因为有这个网子 我总感觉到说 他要落在 好像囚禁的那个蓝网一样 就是说你知道 Logal Shot 对 他进到这个当中 可是有些时候 你讲这个话 是没有进到这个人的网子里面 你对这个人来说很合一的 对这个人来说不见得是很合一 我记得我有一个 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到哈佛大学区 那时候是有一个教育年会 那我正好是里面其中一个讲员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 那当时有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 他们也接待我们 那当时我就记得 我就跟其中一个人讲说 我问了他的年纪说 你看起来比你实际上年轻很多 这样子 那其实在我们台湾 这个是一个称赞人的话 他说 可是他当时看着我的表情 就是有点不太舒服的表情 他就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 没有就是 他说你这样好像讲得 我好像很没有经验 看起来好像很稚嫩 很没有经验 我说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知道 完全不同的文化 完全不同的 对完全不同 他希望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对对对 所以说的合一 其实可能要看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情况下 是不同的合一的 对其实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 使众人得到益处 那个造就 其实你就想象一下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Bethel的儿主的 负责的一位牧者来到台湾 在教孩子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经文 其实讲到造就 他就用一个方式跟孩子们解释 他就说 其实你就好像是一个工头一样 你在 在一个工程当中 你在建造一个房屋 那他说你的话语 其实可以把这个房屋给盖起来 你的话语也可以拆毁一个房屋 所以怎么样能够造就 或者是建造一个房屋呢 他说就是你透过你的鼓励 你的称赞 那你就发现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互动当中 其实我们比较习惯 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的里面 我们比较是习惯 是用亏对方的方式 或者是一不小心 就是在对方分享 他的志向的时候 兴趣的时候 或者是异象梦想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不是用合一的方式 去跟他互动 而是用一种数落的方式 嘲讽的方式 又或者是批评 告诉他这个你想太多了 太难了 为什么要好高无远 或者是这太困 其实我们很习惯的 不小心 其实是用我们的言语 再把一个负面 或者是说一个 甚至是一个 怀疑放在他的里面 其实我们所建造的 不是一个信心 不是一个肯定 不是一个真的相信 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其实我们把很多的事实 现实 恐惧 忧虑 你知道这也是我们 关心人的一种方式 有的时候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是告诉他说 这真的很难 我告诉你有多难 然后就把所有的 可能的挑战 都给对方讲清楚 意思是说我在帮你 我其实是在为你好 你要不要再实际一点 可是其实真的 谈到那个造就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在我们听的过程当中 光是在接收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造就就是 其实你首先不要批评论断 对方所说的话 对方所说的内容 也不要批评论断 他所跟你分享的他的渴望 因为其实说真的 当圣经里面说 我们做父亲的 不要 我们要特别留意 不要惹孩子的气 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 怎么样失去志气 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定 我们数落 我们给他带来羞愧 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 其实是让孩子们失去了志气 所以我觉得是说 那一句话说的合一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沟通 它是造就使人得益处的 从我们愿意开始学习 怎么样鼓励对方 怎么样愿意肯定对方 因为很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比较容易的 其实是看到对方没有做到的 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 不够完全的 那你要知道每一个孩子 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都会面对到是什么 他会面对到的是 他对自己的怀疑 那这个时候 其实做父母的也好 做同伴的也好 如果更多的去怀疑的话 那只会加上 他对自己的一个不确定 跟他里面的一些恐惧 跟他的一个自卑 所以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透过我们所表达的 其实要了解 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砖块 建构在这个房子上面 又或者是其实我们的沟通 其实是拿一个榔头 在那边把建造的 或者是神在他生命当中 建造的东西 一个一个拆毁 其实话语真的是 非常有能力的 我们得知道真言告诉我们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OK 生死在舌头的拳下 而且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吃他的果实 所以不管你释放出什么 你一定会得到的是他的果实 所以要不然就是死亡 要不然就是生命 所以这个造就 其实是一个选择 我们怎么样 透过我们的言语 其实是建造对方 我们的舌头所说的 我们都在吃他所结出来的果子 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们 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妻子 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 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否定 我们的妻子 一直在贬低我们的妻子 我们也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 我们一直在称赞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的同事 我们其实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 那个果子是一个关系 更亲近的果子 那个果子是一个 你会看到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变得更有自信 有笑容 然后他们在功课上面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有兴趣 或者是 你的妻子越来越美丽 你知道其实 你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来 但是你同样的 那个否定的 贬损的 嘲弄的 那些话语 你也会结出那些果子来 你会看到他们 好像越来越憔悴 越来越没有精神 越来越没有动力 那我想到一家雅各书里面 这个经文这样讲 他说 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 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麻嘴里 叫他顺服 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 看啊 船只虽然盛大 又被大风吹逼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 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 这里面 他这样讲到说 其实他用三个比喻 一个是马的交环 一个是船的舵 一个是小小的火焰 那那个小的火焰 可以把整个树林烧起来 这个小小的一个舵 可以掌握整个船的方向 或者是这个马的交环 能够调动马的方向 所以其实舌头虽然很小 可是绝对不能够轻看舌头的力量 这个舌头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慎选我们所说出来的话 那这个话又要让人家感觉到说 像盐调和 像盐调和 你知道如果食物没有盐 那就是完全没有味道 如果我们可能吃过那种 完全忘了家 我的太太做菜就是真的是很淡 非常的压生 然后我又会说 这个 这个话又没有味道 他说 那你需要的话 你就自己加一点盐 你知道一加上这个盐 就变美味了 我们吃过那个牛排 那个越好的牛排 其实沾一点点海盐 就会那个海盐 就带出那个牛肉的 鲜甜的滋味来 所以其实这个盐 其实加了一点点盐 那就是很棒的 它就是这个 我们的话语用盐调和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让这整个 变得非常的美味 让别人听到你的话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得到一个滋润 所以圣经里面 有一个经文这样讲 他说 良盐如同风芳 使人的心得到滋润 所以他就感觉 这好像非常蜂蜜一样 它好得到滋养 那当然有些时候 这个盐加超多很咸 它也很可怕 就是有些时候 是要合一 对 要说的合一 就是说你也不是太过 你说的 不只是要对待这个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要用这个话 来回答个人 每一个人所需要 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算针对这个人 那你所加的这个盐 也要是适当的 就是说你加的不够不行 加的太多也不行 我就想到一个 一个故事这样讲 它说有一个戒酒中心 这个戒酒中心 为了让别人知道 这个酒精的危害 因为去的人都是 这个酒精中毒的 都是有酒瘾的人 那为了让人家知道 酒精的危害 他们就做一个实验 一杯水 一杯酒 然后一杯蚯蚓 他们就把这个蚯蚓 又放到这个水里面去 再把蚯蚓放到 酒精里面去 那放到水里面去的 这个蚯蚓都还活跳跳 这个蚯蚓在水里面 都还活跳跳 一放到酒精 动了几下 然后就死掉 然后全场看了这些 酗酒的人 看了之后 没有一个人说话 然后那个讲师就说 你们知道 这说明什么吗 然后就有一个人举手 就说 我知道 如果我们多喝酒 肚子就不会长虫了 还有消毒 其实说真的 对待每一个人 说正确的话 而且说恰到好处的话 说合宜的话 是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沟通当中 就常常有这种 误解在里面 真的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觉得 我的女儿超会鼓励我的 那特别是 我在家里面 有的时候 很少 但是有的时候 会帮他们做汉堡 那他就说 把你做的汉堡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汉堡 那每一次他讲完之后 我就 然后他有一次生日 邀请朋友来 他说 把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准备 只要帮我们准备 你做的汉堡 让我的同学们 可以跟我一起吃 然后呢 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家吃汉堡 你不是我女儿 这个 然后 你保证我会很好的称赞 然后 那他是那种 常常就有 有时候我们去那种 很高档的餐厅 或者是五星级的饭店 住的时候 他点汉堡 他就吃完之后 他就说 没有爸爸的好吃 然后 有一次我在 我就 就做完之后呢 然后他就在吃 他吃了凉口 他说 把这个汉堡 好吃到 我来不及呼吸啊 然后就是那种 那我就说 就心很得安慰 那种完全那种被 被 被我的女儿撩啊 就是 完全被他造就 那 那我就觉得 那种 真的我感觉是被 被建造 那 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我想到 就是在我父母 他们结婚 五十多年的一个 历史当中 这样的一个 其实 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争执 然后争执到一个地步是 我妈妈就 撂话说 这样子我看 我们两个人啊 就是不适合 那就 唯一一次我妈妈提到 他们在观像中提到 她说我们两个不适合 我们离婚啊 那那个时候 哇 其实这个是 就是你可以想象 当时的场景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父亲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智慧 他就说 他说 我们两个适不适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不能够没有你 你不能没有我 然后 哇 好厉害哦 就是 然后那一句话讲完 就完全整个的那种 氛围就 就改变了 我就说 每一个弟兄都要学习 每个弟兄都要学习 真的 我跟你讲 那次我就听这个 我想说 这是我认识的 祖母是会讲出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那就是 完全进到我母亲的心里面 那我就觉得其实 就建造了她的心 那我还记得另外一次 其实是 在我跟亚文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其实 我们就起了一个很大的争执 可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争执 而是我们争执的内容 其实那一次我们在吵什么 就是 突然有一天她就讲说 孩子们 问妈妈说 妈妈 你最喜欢 我们哪一位 然后呢 那我觉得 在我的认知的里面 我的答案就只有一种 也就只有一个 而且是唯一的答案 我每个都爱 我每个都爱 一样爱 都爱 都非常爱 那就是 这个就是我 那我就是那种 就是我的 我的认知的里面 我的世界观就是这种 那个爱如果一不公平 对 它就是偏爱 好像 你不要太自责 我也是这样 如果说的话 我大概回答也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 我跟你讲 我们的真实是什么 她说 她突然讲说 这不是我讲的 那我就 我就抓起来 我真的是整个 我就一直说 你把我的孩子 带到哪里去了 就是说你的回答怎么 那 她的完全的那个思维 她 我后来其实 我们是已经吵完了 我才去听她 到底讲什么东西 而且我跟 其实在当时 根本就没有快快的听 我已经 我跟你讲 我没有快快的听 我是快快的飙怒气 而且我跟你讲 我们是 那一次是 我在马路上吵 我们在马路上吵 我就说 当晚有一个人走过来说 周牧师你好 因为我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 我就是已经是那种 几乎是那种 用口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就觉得 我觉得她把孩子搞歪了 你知道吗 把孩子 就是想象将来 要做多少的内在意志 可是 其实 她后来 我当我真的是 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羞愧 因为我听到她的答案 她其实对孩子说的是 我最喜欢你 她说我最喜欢的是 跟你可以一起做 这件事情 比如说跟姐姐 一起去逛街 或者是跟姐姐 一起唱歌 最喜欢跟哥哥一起谈 他心里面的事 或者是分析一些的东西 然后最喜欢跟弟弟做什么 其实她讲到的 因为孩子想要的最喜欢 其实 她不是一个 我们觉得的 那个最喜欢 每个孩子的独特性 都被带出来了 她想要的 就是她想要 feel special 可是我的答案 我知道 我的答案是标准 可是却 对孩子的心是无感 可是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让她有感 可是那一次 我真的是 从亚文身上学到 她就说 我最喜欢的是姐姐 她就是把孩子的 那个独特性 跟那种 她很珍惜的部分 讲出来 然后我很喜欢 跟你一起做 那个你很擅长 而且你很喜欢的 那讲这个的时候 弟弟 弟弟不会有感觉 因为他不喜欢那个 那不是他的喜欢 所以他说 你喜欢跟姐姐做这个 我也不喜欢跟你们做这个 我也不喜欢跟姐姐做这个 可是当他讲到 最喜欢跟哥哥的时候 那个最喜欢是 可以摸着他的心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 你知道在 我那一天真的是 很谦卑的 学到一个功课 其实有的时候 我认为的沟通 就只有这样子 那当这个问题来的时候 他只能够用 这个方式回答 为了是什么 我不想伤害 可是我觉得是说 那个说的合一 其实是有 很多的 从神来的智慧 有很多从神来的创意 他不是硬邦邦 一个死的东西 而是其实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说真的 其实孩子们在问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配偶 其实 他真的在 他真的的需要 也都不一定是 他的问题本身 而是其实 真的从神来的智慧 我们借着一个 回答合一的话 就好像金苹果 在银网子里面 摸着对方的心 让对方明白 他们是被在乎的 他们是被爱的 圣经教导我们要说 造就人的话 使众人得着益处 造就讲的就是建造 我们怎么样 透过我们的话语 使对方的生命 得着建造呢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 有的时候我们的话语 其实带下来的是 拆毁 当我们用负面的话语 教对方冷水 或者是批评跟论断 或者是嘲讽 来讲论对方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 拆毁对方的生命 当我们用肯定的话语 鼓励的话语 其实是在建造 他的生命 使他的生命 得着益处 当我们所带出来的讯息 释放盼望 释放信心 释放喜乐跟平安 在对方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也是在建造 我们也是在建造 他的生命 很高兴可以跟你们 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